穿上古装绝美 换成现代装 颜值骤降 这些演员 请把古装焊在身上 在影视圈 有些演员穿上古装 就仿佛找到主场了 古装比现代装 好看了不知道多少倍 小芳今天就来谈判 这些古装比现代装 好看的明星 白露 前段时间 白露的新剧 长月晋明杀青了 哎妈 这播剧里的造型 小芳是真的西安呢 每个角色都是又美又闲 特别是女主白露 每套造型都充满了嫌弃 唱着这个浮华道啊 小芳都要追这部剧了 白露的现代装也好看 但跟古装箱子一样 就显得平庸了许多 招摇里的魔王 九流霸主里的帮主 周生如故里的石仪 霸气的 活泼的 温柔的造型 她都能驾驭 但是现代装呢 就没有这么经验了 在一众女明星里面 风格不够突出 刘诗诗 刘诗诗穿穿古装后 也很绝 再搭配她清冷的气质 那简直就是绝绝子呀 小芳最喜欢的几个造型里就有 聊斋情女子里的新十四娘 步步揪心里的若喜 和仙剑三里的龙葵 就连一个小配角 都可以留下惊鸿一匹 刘诗诗的古装 不仅很好看 还很有辨识度 龙葵射剑 若曦跳舞 这些情节呀 更是成了经典 刘诗诗长相更有古典美 因为从小跳舞身段也很优美 所以更适合古装 她的现代装呢 就没有古装那么绝 属于耐看的气质美人 放在慈敬激烈的娱乐圈上 不属于风格强烈的大美人 童丽雅 说到古装比现代装美的 怎么能耍了童丽雅呢 这可是演过赵飞燕的女星呢 我至今不能忘记 童丽雅的赵飞燕 在古上一武那一幕 倾国倾城 那说的就是她吧 汉妆已经绝美了 唐妆居然更美 唐公美人天下 梦回唐朝里 童丽雅的古装又美又风情万种 再看童丽雅的现代装 中规中矩 完全没有古装那般经验 而且童丽雅在现代剧中 演技也很容易翻车 一不小心就会瞪眼 无关乱飞 哇 对不起对不起 我真的太激动了 古装距离就不一样了 童丽雅就算楚在那里 那都是很美 王楚然 王楚然是近几年 90后女星里面 少有的古装经验的美人 她的五官非常大气 脸部线条流畅 又娇又美 她最开始出圈的角色呢 是将军在上的表妹柳西尹 一袭白衣长发飘飘 宛如仙女下凡 她扮演清平月里的张贵飞时 虽然缩天缩地 但嫁不住人美呀 无论戴着头衣还是披着长发 都娇媚至极 这一套汉服写真更不得了 她宛如一个从古画里走出来的女子 哎 超凡脱俗啊 王楚然的现代装 在一众女性里面绝不是拔截的 但换上古装后立马惊艳 古装这么好看的小姐姐 就应该多演点古装剧呀 宋艺 虽然都说呀 宋艺是旗袍女神 但其实宋艺的古装也不赖 宋艺皮肤白皙 身材纤细 五官也很古典 穿上古装后 薄阔又可人 秋雨年 坠绪风险洞扬裂造型都很养眼 换上现代装后呢 宋艺的五官就不失心了 因为呀 她的鼻子不挺立 骨骼感也不明显 不够立体明艳 所以呀 还是旗袍和古装更适合她 人家轮 除了女性 很多男性也适合古装 首推的 当然是呼声最高的 古装扮永久的人家轮 人家轮在新剧 玉交机里的造型 撇开这个假肌肉和 特效大尾文造型之外呢 其他时候呢都很不错 特别是 她当上北渊尊主时 这套造型让人爱不失手 在周生如故 锦衣之下里 人家轮的古装也挺绝的 再搭配苏感爆红的配音 我可以容忍她 见我才在脚下 却见不到她伤害你分毫 唯一能抵挡的租武啊 不过 古装是贵公子 现代转 就成了沙马特 一生一世 乌鸦小姐 不说再见里 人家轮的造型大头小翼 额头的刘海呢 遮盖住她的颜值 还离开了狠肃的配音 我说 我们分手吧 这个玩家 我都说了我们不合适 你干嘛缠着我 一切就变得平平无奇了 成义 如果不是仙侠剧琉璃 我是真不会觉得 成义的古装居然这么好看 成义的武官属于淡眼系 甚至还有点秃嘴 身高不高 体型单薄 眉眼不够突出 穿上现代装 显得平淡很多 有时候啊 穿搭和发型也不是很OK 男神两个字啊 完全喊不出口吧 但是 当他成为琉璃里的私奉 语君歌里的皇帝 陈香如蟹里的应冤 时 淡眼和单薄 带来的破碎感 就被他狠狠拿捏住 现代装里的普通路人 秒边古装男神呢 呼吸一声 你不会骗我的对不对 你告诉我你不是一样四风 你只要跟我说你不是我就行 我就行 对不起 对不起 让人心碎了 罗云熙 长月尽名 惊艳到我的 不止女主白鹿 当然还有男主罗云熙 罗云熙的古装 从香蜜里的润玉开始 就没让人失望过 润玉一袭白衣 物乖挺立 偏偏君子温热如玉 伤心的样子 还挺让人心疼 不过 当罗云熙穿上现代装饰 由于他太瘦 且不够高大的缘故 很容易成为写衣服 整体的造型呢 跟古装比起来 就大打折头了 显得头大身受 不够有阳刚之气 陈晓 陈晓是公认的古装男神 从骁傲江湖里的林平直 到陆真传奇体的高占 再到那年花开 月正园里的鲜兴仪 陈晓的古装 从未让我们失望过 不管是树霸披发 清空装 还是紫衣烟熏装造型 他都可以完美驾驭 可陈晓的现代装 就远不如古装了 虽然颜值依然在线 但跟古装比就差得远了 焦温俊 雅照出场的 那必须是我教书啊 焦温俊的古装 是每个古装男神盘点中 必会出现的 因为焦温俊长得非常周正 五官大气舒展 气质温厚正派 这就是一副 天生的古装男主脸呢 尤其是他扮演的二郎神 穿上银色铠甲后 就威风拔面势不可当 以至于 后来的二郎神都无法超越 而且 即使是别人很难驾驭的泡面头 焦温俊也可以轻松拿捏 他好像生来就属于古装 再看看焦温俊的现代装 只能说相貌端正 但整体少了一种 惊为天人的感觉 古装和现代装 完全是两个人的感觉呀 没想到过 这些演员的古装和现代装 差距会这么大 所以 古装半永久 你们要不要考虑一下呢 我是小方 下期再见